新闻开始来关心国际间的焦点 乌俄激烈开战 乌克兰在开战的第一天 就已经造成137位平民跟士兵不幸死亡 还有316个人受伤 俄军一共是发射了160多枚飞弹 空袭乌克兰东西南北的9座城市 还宣称在第一天 所有的攻击目标都已经达成了 包括摧毁了83个军事设施 美军更预测 俄国的下一步 就是要对乌克兰政府实施斩首行动 俄军直升机直到基辅附近的空军基地 远方多数建筑遭到轰炸 冒出浓浓黑烟 乌东海港城市马里乌普尔 一处军事设施也被锁定 一轮狂轰猛炸 雷达军车全被摧毁 现场满目疮痍 直升机一架又一架飞来 开战首日 距离基辅30多公里的安托诺夫机场 就被俄军占领 记者现场直击 这些战士可以看到这里 站住 李宗 这些战士可以看到这里 乌克兰军试图重新夺回机场 双方爆发激战 民众在枪林弹雨中寻找掩护 炮弹不长眼 直至从天花板插进民宅 民众在睡梦中突然警醒 根据美军统计 俄军发射了160多枚飞弹 包括首都基辅 第一大港奥德萨 以及第二大臣卡尔克夫 乌克兰共九座城市遭到空袭 位置遍布东南西北 俄方宣称第一天任务圆满成功 摧毁83个军事设施 所有攻击目标皆已达成 美军预测 下一步就是对乌克兰政府实施斩首行动 扶植亲俄政权 泽伦司机坦言自己就是头号目标 但他誓言会坚守基辅 和所有军民站在同一阵线 称为人编译